好 國產高端疫苗EUA審查在即 不只這知情的人士向平面媒體爆料 5月28號開始負責審查這食藥署專家 會議居然整個大換血了 還安插了多位的衛福部人士進入 連份兒請辭的中研院運勢陳培哲跟怒批蔡英文 都在講場面話 更多內容我們時間連線李培軒 好 各位在場我們請到的是我們的國民黨立委 再次發委員一樣是要聊聊昨天延續決定的話題 有這個真的是非常知情的知情人士向平面媒體爆料說 食藥署在審查這個高端疫苗的EUA 但是因為趕快衛福部有說這不是審查的會議 這只是一個專家會議 但無論如何的專家會議原本從去年到5月6號都是同一批人 到了5月28號臨時大換血 直接把8位直接退出 換了另外幾位都是親衛福部的人 甚至我們可以說他是前副總統 這個陳建仁的國衛院成員等等的 而且他們都支持免疫巧接 結果後來現在我們談到的就是 已經份兒離開的中研院的院士陳培哲 他之前有說過一切教具本演 他現在又說我們的蔡總統 果然就是說一套做一套啦 說要支持嘛 說要多買進口的疫苗嘛 但是還是不照國際標準來嗎 我們來看蔡總統提到很重要的國產疫苗兩個重點 第一個一定要科學根據 第二個一定要跟國際接軌 就是符合國際標準 那我們就看第一個科學根據 到現在為止連WHO都沒有核准免疫巧接可以取代三期的試驗 高端沒有做三期的試驗 現在看到的劇本是 他EUA會給他過 然後就可以開始打囉 然後他承諾才開始去做三期的試驗 也就是說 他的股票開始賣了 他的成品開始賣了 因為我們一劑給他買881塊 或者800塊以上就對了 第一批500萬劑 他等於拿了政府的錢之後 才去做第三期的試驗 天下有這麼便宜的事情啊 全部拿政府的錢喔 然後賺他的錢 他股票一方面要炒股票 後面營收又可以進來 所以一切照劇本走 你就發現到說 第一個科學的他不科學 第二個跟國際接軌 跟國際接軌是一定要做到第三期 你做到其中一定的數量 一般都幾萬個人試驗 才可以給EUA 那他現在也沒有 他馬上就要給EUA的 最可惡的地方是在於 他換了這一批人 基本上都是陳建仁的子弟兵 或者陳建仁他的所屬的人 當然都講同樣的話嘛 那陳建仁已經公開講了嘛 他就是大力支持 免疫僑接取代三期試驗 他都已經表態這麼的清楚 所以就很清楚可以看得到 就陳培哲這個月事批評的 蔡總統是批評非常正確的 他講一套做一套嘛 他說要科學化要國際化 這兩點都沒有做到 他為了一切 就是讓高端順利的在七月底 第一批要交貨 他的目標在這裡 那一切照劇本走就是 所有的人就是配合他這個口頭承諾 但是我們看到蔡總統前幾天話有一點 收回來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看到死亡人數暴增 他嚇壞了 我認為我們的死亡率是全世界低的 高於全世界兩倍 那這個有人講 柯文哲就講的 他是專家 他講的說是 因為我的母數太小 什麼意思 我們不斷的要求已經講了 叫了一兩年了 說你應該普篩快篩 他都不要啊 所以你的基數母數小 你那個上面的死亡一出起來就高了嘛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應該是趕快把母數 就真的好好的去普篩啦 就是那個黑數還沒有找到 我覺得這個等於說這個 我們的篩的整個的母體不夠大 所以你才會覺得說怎麼會這麼高 另外有一個東西 我覺得很重要值得提出來的 就是為什麼台灣打完AZ疫苗 三天左右死掉叫猝死率 現在是萬分之1.78左右了 全世界第一名啦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一些專家都說 這個跟背景值 大概沒有超離所謂的背景值 什麼叫背景值 就是說老年人 大部分死的是老年人 老年人本來他死 一天就有死200個到400個 這個話不能這樣講啊 各位可以想一想你家裡有年長者 他現在台灣的醫療設備這麼好 他只要不出門 他基本上得到COVID-19的機會很小啊 是不是 即便得到了他一樣可以去治療啊 那你一打針就死掉了 你再怎麼講沒有關係 哪怕你不會買單的啦 因為大家會覺得很痛啊 我的祖母 我的祖父 雖然85歲了 可是現在餘命很長嘛 平均都八幾歲啊 對不對 他說不定可以再活3年 再活5年也很好 對家庭都非常好 結果你現在一打 他就三天天就完蛋了 就走了 這個東西情何以寬啊 我覺得這一切不是 陳時中冷冰冰的普克連講的時候 跟疫苗沒有關係就可以帶過 我覺得他要好好地去研究 為什麼有這種現象 台灣特別研究為什麼 給我們一個答案 然後政府怎麼做 所以你沒有任何的措施 老百姓自動就還打啦 本來一天可以打15萬的 是不是 就變成5萬啦 就這個樣子 好 其實大家現在對政府 真的很沒有信心 其實現在是聊天室裡面 觀眾朋友一定也很沒有信心 那我就給一個資訊 我個人昨天自己太想知道 我給委員聽一下 也給觀眾朋友聽一下 我昨天出於好奇 我打給了新增進來 這個專家會議的黃立民 就是台大的醫師 我問他幾件事情 他有跟我說 他其實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算哪一派啦 算不算支持免疫僑接派 他自己說他真的不知道 他算哪一派 但他有講到 我以前講了一個重點 我覺得那句話耐人尋味喔 他說我覺得這會議 其實也不用開這麼多次啦 因為這個標準已經 食藥署訂出來了 所以呢 要不要過食藥署這邊 已經可以評斷了 這句話雖然聽起來很正常啦 就是真的是就照標準走 可是第一個 標準沒有符合國際標準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是不是代表 其實你政府都已經準備好 開綠燈了 所以他們再多開幾次會 再多備幾次書也沒有用 包含大老師明德不也說了嗎 這是用一個 如果你今天不照國際標準 就要讓他緊急授權通過的話 這就是限600條人命於不顧 我們是一個不義政權 他更說我們用600條人命去換到的 就是高端跟聯亞的不義之財 我如果進一步來詮釋了 用600條的人命來護航高端跟聯亞的股價 護他們的商業利益 這個是全民都可以踏法的 全民應該民股工資 這是不義的政府 不良的政府 600條的人命 我們有委員提到了 600條的人命才換來美國 給你支持250萬劑的這個Moderna 以及日本送你120萬劑的這個AZ 其實台灣我們有錢啊 我們預算編了340億啊 到現在我們買的疫苗 總共花的錢6億2% 其他的錢呢 你都留給高端嗎 留給聯亞嗎 需要這樣子嗎 然後要塑造一個悲情說 哎呀我都被人家打壓啦 我都買不到啦 怎麼買不到 買了一年多 最近菲律賓越南 他的經濟實力 那差台灣差一大節啊 菲律賓買了4000萬劑買到了 越南都最近的事情了 買了3000萬劑 分批交貨了 我們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沒有任何的動靜 而且磁劑要捐500萬劑 他還不要咧 他說太多人麻煩 那現在呂秀人也跳出來說 他可以捐 他有朋友要捐 有美國的機構要捐 我們看這個陳時中怎麼回答 我認為那時候他之所以對 郭董的500萬劑 台積電的500萬劑是在拼文郭董的 之所以要放 是因為郭董直接 shout hand 抓了 跟蔡總統說 來我建議 他不得不讓步 其實他本身上就不願意做這個事情 他要在這裡面 他要穩救他的民調 就是靠政治操作 操政治操作是什麼 就是說我被打壓的 現在我都沒有疫苗 怎麼會沒有疫苗呢 菲律賓為什麼買得到 越南為什麼買得到 外交部長告訴我們一下 好 這我們的駐美 駐美情不是有關係這麼好嗎 我們除了送我們250萬劑 能不能夠請我們買500萬劑的莫德納 趕快給我們 是不是 我們買AZ 就跟日本買 日本AZ這麼多 就跟他買啊 不要他送啊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子呢 好 非常感謝我們 賴委員寶貴時間線委員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看到是 再度的政治操作 或是你要為了國產 兩家的疫苗呢 進行是互盤 但是呢 每一分每一秒 你虛質的光陰 其實背後都是一條條寶貴的人命